两个人来湖南长沙张家界玩 六天五万的时间需要准备多少钱 吃饭 住宿 门票 导游需要花多少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到达张家界之后 住宿首选市区 价格便宜 小吃众多 用一份三下锅来开启张家界之旅 再合适不过 第二天市区出发武林园 从标志门入园乘坐摆龙天梯 记住一定要站在最里面玻璃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 出电梯就到了原家界 这里是阿凡达的取景地 山上第一站仙达卡乾坤柱 天下低桥等著名景点 随后游览阳家界 这里山清水秀 风光如画 天然城墙就在眼前 特别震撼 最后乘环保车来到京边 西过流水潺潺 千层不染的碧水 呼吸天然空气 除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另一个标志的景区 就是天门山 乘坐28分钟所到 绝美的空中花园 尽收眼底 到达山顶后选择游玩西线 可以体验更多值得拍照 留念 打卡的景点 玻璃栈道 峡谷吊桥 天门山市 一路上惊喜不断 最后乘坐穿山扶梯 下到天门洞 一定要走完999级台阶 下到广场 在这里张扬天门洞 你才能够知道 大自然到底有多神奇 第四站 芙蓉镇 原冥王村 因牛小青和姜文的一部电影 芙蓉镇而得名 第五站 白雾笼罩的凤凰古城 晚上看灯火璀璨的夜景 这里也被称为不夜城 这样的一圈玩下来 包吃包住 包导游 包门票 一架全喊 落地全包 我是张家界小罗 想了解更多详细 点击我的头像 来点击我的头像